疫情讓全球航空產業的旅客 再運量出現斷崖式的暴跌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估計 今年全球航空業的虧損 將會高達八百四十三億美元 就算各國解封負航 也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夠復原 而歐洲最大的航空公司 德國國航漢砂航空 就因為巨額虧損市值縮水 被迫退出法蘭克夫指數 在規模比較小的MDEX指數 交易 德國的國航漢砂航空 同時歐洲三大指數之一的法蘭克夫指數 一九八八年創立時掛牌交易的 三十家機油企業之一 如今卻因為史無前例的新冠疫情 不但退出了藍籌股陣容 一到規模較小的MDEX指數交易 還面臨可能得申請破產保護的危機 受疫情影響今年三月以來 全球各大航空公司機隊都處於停飛狀態 四月國際旅客載運量和去年同期相比 跌掉了八成 半數飛機都在休息 以美國的航空公司為例 三到五月的旅客運載量下滑了95% 六月還將有八成的航班被取消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估計航空業今年的獲益 將從去年的八千三百八十億美元 直接砍半剩四千一百九十億美元 總體的旅客數將從二零一九年 破紀錄的四十億五千四百萬人次 降為二十億兩千五百萬人次 明年的預估量是三十億三千八百萬人次 而是一百零百萬美元 我們需要達到達五百萬美元 6月欧美各国陆续解封航线也逐步恢复 如何确保旅客与工作人员的健康 杜绝传染的机会成了最大的挑战 美国西安航空运输的苏纽洛杉矶国际机场 2月3号开始在出入境航下设立体温热像仪 体温超过38度的出境旅客会被提醒不适合搭机 至于能不能上机的权限则是由航空公司定夺 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15号开始推行新防御措施 包括航下入口处有干洗手 出境旅客在进入航下 入境旅客在提领行李之前都要被测量体温 异常者会被要求换戴口罩并立刻就医 航站地板贴有1.5公尺社交距离的提醒标志 并适用新型的紫外线消毒机器人 他可以在密闭的场所像是洗手间与商店 进行3D环境新节 各家航公司也都加强清洁消毒实施新的防疫措施 东京宇田国内线航下日半航空的报道柜台 都装设了塑胶隔离布与干洗手 第一线服务人员除了口罩之外 还要佩戴面罩 并准备整套的杀菌紫金和喷剂给登机旅客 为避免群聚降低风险 以旅客每次食人一组方式登机 飞机每晚进行清洁消毒 机舱在飞行途中每两到三分钟就进行换气 以保持空气新鲜 记者王惠文整理报道